NBA常规赛战火灾然,活塞各场以106比115输给魔术,魔术结束7连败,而活塞进9战7败,戈登27分13篮板,武切围棋20分11篮板,格里分12分10篮板9助攻,装神10分15篮板,活塞与东部第八的热活的差距拉大到三场,按照现在这状态,季后赛渐行渐远了两队本场打得难减难分,常规时间最后一分钟双方不断失误, 最终进入加实赛,而在加实赛中,活塞失去了进攻感觉,仅得到两分,最终落败,活塞不断的输球,格里分的表现也引起很大的争议,虽然本场他得到转三双,但有些东西不是数据能体现出来的格里分,本场十次投五中,作为一名大前锋,他的出手大多都是飘在外线,很少见到内线被打硬刀,来到活塞之后,格里分彻底成为毒瘤,数据大幅缩水, 打法也更加养生了,在他挡拆后76%选择外切投射,冲击篮筐仅13%,而在他巅峰时,这个比例是53%更尴尬的是,由于格里分的到来,占据了活塞的肘区侧应,好不容易开发出侧应的装神,重新做回传统中锋,但球队的进攻反而更差了,格里分似乎将詹姆斯装成了他的能板, 从当初的暴力凑僵,不断开发出中投,三分,控球等技术,带学的却杂而不惊,而现在他又效仿詹姆斯的养生篮球,但他才28岁啊,比詹姆斯还要年轻5岁,视觉打法却像个35岁的老将,看来logo南维斯特确实有本事,送走这位水货,防守稀烂,身体素质下降,养生打法, 还转上卡带山家族,他的五年1.73亿,有望成为联盟著名的垃圾合同File体坛,带你领略最纯粹的篮球